好, 今天又來到我們的頭柱界面 繼續和大家來講 接下來11月22日星期三跑馬地賽買日的賽事 今集我們這個系列叫做單挑一槍過 和大家買回兩隻馬筆 至於今集我們買到的場合 就是這場的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就是我們的三班草里斯蘭 一千米的賽事 今場馬都滿了馬筆 有12隻馬筆 而今場馬也說 有些馬最近的成績叫做不錯 叫做跑近的 我們數一數 就好像這三號的萬眾開心 這匹馬最近都跑第二 叫做不差 再數下去就是這七號的鑽式奧場 這匹馬最近兩輪 又是有成績的馬來的 去到12號的這隻街尊三 又是不差 跑第三回來的 所以今場馬你數一數 都有三匹馬 是最近有成績有表現的 今場馬這些馬 是說最近有成績有表現 我們會不會買到他們 這次最主要來說 這三匹馬裡面 我們只會買到一匹 而買到的馬就是這七號的鑽式奧場 所以今場馬我們第一隻會選到馬匹 其實是這隻鑽式奧場 為什麼會選他呢 我們先來看看鑽式奧場的賽職線 這匹鑽式奧場 今季都跑了很多場 跑了四場賽事 而這四場都是跑馬草地的一千位賽事 都由四班跑到五班 五班又跑到四班 總之就是四、五班 這隻馬不斷徘徊 而你看馬的成績 其實這隻馬的成績是越跑越進步 這匹馬貴坐得好像不懂得跑 跑了第十、第八 但是都漸漸跑近 跑到最近兩個第一 最近的成績是相當好的 由五班都已經贏到最近那些四班的賽事 如果大家看看鑽式奧場上將 這個第一點跑的話 你會發現到他真的挺厲害的 我們可以一齊來看看 鑽式奧場上將 都排著一個劣當狗檔來跑 這裡的這匹馬就是他 黃身黃帽的這匹馬 紅色戰爪之左 大家可以看分實潘明輝 上將是怎樣發揮 這匹馬 在頭戰時間 潘明輝很早已經說 將他押前來跑 盡量將他擺前走 而這隻馬的前速有夠快 所以很輕鬆 就能夠做到 儘管狗檔也好 這隻馬都能夠搶到前啞 有些馬拍著他 一齊來放 一齊來燒 居然這隻鑽式奧場 都是無懼的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馬只要一擺前走 基本上已經能夠 將後面的對手 遠遠扔掉 到最後270米 後面很多馬 其實都是威脅不到鑽式奧場 唯獨是這天開始 外面這隻5號的萬眾開心 就是說 有個勢 衝到上來 拍著鑽式奧場 來鬥 大家可以看到 這隻萬眾開心 那個勢 其實是非常之強的 最後 你看到他 很有勢 以為就可以 以為這隻萬眾開心 這麼小 你看他 其實他真的很小 這隻萬眾開心 本來曾經想過買他 我跟你說 你看到 這隻萬眾開心 這麼小 以為 跑多兩步 過吧 過這隻鑽式奧場 但誰知道 這隻萬眾開心 其實是說 過極都過不了 你看看 這隻萬眾開心 雖然說 衝勢強 但是過極都過不了 這隻鑽式奧場 入面那隻鑽式奧場 外面那隻萬眾開心 過極都過不了 誰知道 還要被那隻鑽式奧場 最終打上來 是吧 贏這隻萬眾開心 最終都過半個馬位 所以我覺得這隻鑽式奧場 其實厲害很多 是吧 所以 為何這隻萬眾開心 最近跑過第二 我們最終沒有買到他 原因就是 原來這隻鑽式奧場 更厲害 是吧 這兩個第一 還有證明 那大家看看 這隻鑽式奧場 其實最近這個第一 就是跑贏萬眾開心 精妙星 有才有勢 電信同心 奇寶這些馬 而你又再看回 來近同場的那些馬 其實整堆都會再出的 是吧 萬眾開心 來近再出 奇寶來近再出 華麗活力 來近再出 天分高 來近這一場都會再出 即是說 夾夾賣賣 但是呢 未來近有四匹馬 都會再出 而是最近 在這場馬上 就輸毀了 比這隻鑽式奧場 的 所以二馬論馬 我覺得這隻鑽式奧場 其實在未來的 這場馬 絕對是說 要稱高一點 的 上次排著一個 狗檔劣檔 來跑 跑這些賽事 跑馬地 草地四分 一千萬元賽事 都能夠跑得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這匹馬 仍然是說有機會 仍然是說有威脅 你九檔變成二檔 漂亮檔 更漂亮的檔位 來跑 其實這隻馬 是更好發揮的 繼續四班 跟上將一模一樣 四班這隻馬 又懂得 跑法又夠主動 你看 這隻馬其實一前來跑 只要是說 放倒 好像上將那樣 只要放倒 好 其實 他是到的 人家想過他 他都會輝回上來 對嗎 說鬥心強到這樣 再加上這隻馬 雖然說最近贏了兩場 贏完 你可能以為他會 休息一下 不是說 跑得那麼密 不是說 跑得那麼厲害 但是居然 這隻鑽式奧場 原來就是說 這次賽前功夫 都沒有氣力 如果你有留意 這隻鑽式奧場 最近的操練 的話 你會睡得到 這隻鑽式奧場 他都照樣 贏完 贏完 贏完之後 照樣想重化 跟你密密操 操夠一輪 試褐雜 還要試褐雜 第一 才是說 再出來跟你跑 這隻馬 競抽到這樣 可以 是特地再跟你想重化 試褐雜 再試褐雜 科褐雜 最近是很有狀態 所以這隻馬 絕對不能夠看小 所以我覺得這隻鑽式奧場 接下來 繼續跑分這些 路程牆地班次 排個漂亮當二當 不妨去選擇他 二當對於他來說 真的很好跑 搶出來又輕鬆貼著 那絕對沒有問題 我覺得一前來走 因為今場馬快馬不多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到馬匹 其實都想選分這隻鑽式奧場 來買先 看看這次繼續用分 他的贏馬 搬到潘明輝來騎他 能不能夠繼續贏下去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 其實都想選分 由華將騎的馬 由梁家駿騎的馬 即是五號的龍東傳承來買 為什麼今次要選這隻龍東傳承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龍東傳承 這隻龍東傳承 這隻龍東傳承 其實最近那一場 看起來不是那麼強的 12、11號 他跑的跑賣 最早的一千位四分賽事 有梁家駿來騎 最終只能夠跑過第八 成績都不一般 但是接下來這一場 為什麼我們仍然都繼續選他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隻龍東傳承 上將是怎樣跑 龍東傳承 其實上將是五檔來跑 這裏的就是他 紅衣黃帽的這匹馬 梁家駿來對騎 紅色戰爭已經知道了 大家可以先看看 梁家駿上將是怎樣發揮 其實這隻龍東傳承 我跟大家說 你留意他出閘 這隻馬是五檔 我們先看看這隻龍東傳承 怎麼出閘 其實這匹馬 上將出閘已經有問題了 你看到嗎 這隻馬上將出閘 是慢了 人家每一隻馬都跳出來 他是很遲才彈出來的 這隻馬上將出閘 是慢了 你說這隻馬上將這樣出閘 慢了 就麻煩了 因為這隻馬其實是一些擺前走的馬 他一定要自己來放才說跑得好 總之你一前來放才跑得好 但是這隻馬慢了 慢了怎麼辦 慢了 人家先起步 人家先跑 那當然是你不著數 你平時在跑 你跑前人家一步 即是起步慢了 你都吃虧一些 人家都先跑過你 同樣地這場就是 這場就是 其他馬已經出閘先過你了 跑得快過你了 所以其實一早已經 人家搶到前的位置了 這隻龍東傳承要怎樣 龍東傳承要不斷比 因為慢了 他不斷比 不斷比 那就浪費了更多的力氣 湧前來跑 所以其實這隻馬 這隻龍東傳承 其實上場這樣 就是因為那一刻 慢了 那一刻 它是比較吃虧的 這樣就足以影響到表現了 我跟你說 所以導致了這隻馬 其實最終不是說跑得那麼好的 你會看到 最終只能夠說跑第八回來了 輸毀了 這隻馬這樣 最終騎士都隔起了屁股了 這隻馬上進就是這樣輸了 七個慢了 是吧 其次就是 原來這隻馬 上次 都這麼巧 就是有少少的傷患問題 這隻馬 上次 賽後就是 檢查它 是吧 就發現 氣管是有大量血液的 上次就是 氣管有大量血液的 所以就是這些小問題 這些傷患仔 又導致了這隻馬上進的下差 所以我覺得 上進的第八 其實不是說做得準的 不是說做得準的 接下來這場 再出再來 它跑過的話 我覺得是另一個樣的 有機會是另一個樣的 因為如果你撇除它最近那一場 又慢閘又盛又流血那些 第八 你看回以往的成績 能夠跑到第一的 成績叫做不差的 你再仔細看回它 當時對著那些對手 這隻龍東傳承 原來當時是說 對著電腦七號 各時無雙 華麗活力 超過一營救這些馬 原來是跑贏這堆實力馬 電腦七號這些 你看回以往這一場 電腦七號 其實 接下來這一場都會再跑 潘頓說 其實這隻馬 原來是不夠龍東傳承來跑的 龍東傳承跑得好 好過接下來一堆 包括電腦七號 華麗活力 超過一營救 天分高 和鑽石澳場 即是說 接下來同場再出的五匹馬 這隻龍東傳承 已經是說贏過他們 所以我覺得 二馬力馬 這隻馬 在坦白說 1400的實力 是高的 如果他沒有任何問題 這隻馬 絕對是能夠真勝的 這次 梁家將肯坐上去 知道他上仗 跑得不太好 這次仍然繼續騎回他 其實 梁家俊都說 試過了 覺得沒有問題 才騎的 因為你看 這隻馬 最近賽前功夫 都是由梁家俊來試過的 梁家俊最近都操過他 所以知道這隻馬是甚麼 所以我覺得這次梁家俊騎回 其實都可以說放心 由他贏馬不當 隨時又贏的 這次打小王牌 我覺得都可以試一試 所以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筆 都想選這隻5號的龍通傳承 選這隻在今場馬 叫做惡的馬筆 叫做會贏 跑馬地 早些4分1千米的馬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會買到哪兩匹馬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連贏及位置Q的這個彩詞 用這個彩詞去買回 我們剛剛才提及到的那兩匹馬就可以了 這次就這樣買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我都不妨試試這兩匹馬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 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在這裡祝大家 贏大跌路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先 今天大家記得subscribe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